是 很正常啊 而且那個臉是迅速變化 就是討人厭啊 然後那他最後問你 不是 那去洗澡 煮一碗麵給我 我就吃了一口 這味道怪怪的 我就有點胡言 那他不在 我就跑去廚房把那個泡麵一看 過期半年 過期的主題 那就算了 有嗎 有這件事嗎 有這個事情 你看… 有嗎 過期半年 然後呢 我吃泡麵有個習慣 就是要打個蛋 蛋也過期半年 不是 我就想到我就吃蛋 鴨仔蛋 再過去看 那冰箱那個蛋啊 有一盒放在裡面的 根本是壞的 他把裡面那個蛋拿來煮泡麵 一定要先吃比較舊的嘛 對 我節儉啊 我怎麼可能 我們一定都是 像牛奶你一定先喝那個 快要過期半年 對啊 可是其實你那個行為是不對的 哪一個行為 你回到家 要先抱他是不是 對 可是我們下意思 你今天如果是在離島當兵 半年沒有放假 回到家這樣子OK 你才三天又在拍戲 不是 他三天沒睡覺耶 我沒睡覺 而且你在洗澡 他會幫你關瓦斯爐 對啊 他也不做過那種事情 很高 那我後來我就問他 因為我洗澡洗澡 這變冷水 怎麼變冷水 那身上有泡沫就把它關起來對不對 然後我看一看 又熱了 等於又變冷了 他把那個墊子拿進去 應該很顯耶 剛剛你怎麼擺弄進去 你還真帥 擺弄你還說人家幼稚 你自己是幼稚 不是我耶 怎麼不是你 我就問你為什麼要這樣對 他說 他說你平常表現不好啊 對不對 你不要把我跟我兒子都當作 都當作隱形人啊 然後讓你洗澡也呼熱 你感受一下那個感覺 達明我跟你講 以後擺容那個在飯菜裡下毒 我跟你講 你要用銀筷子吃飯 不是 銀湯吃喝湯 我覺得 他很辛苦我能體諒 可是他明明可以很開心的對待 譬如說他對我女兒 他就可以笑臉迎人嗎 然後就是每次看到我女兒 就笑著這樣子 很燦爛 可是他就是可以證明 他是做得到的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當他轉向我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呢 可是有時候這樣子 有時候回去笑得太開心 我覺得你有鬼 等一下我覺得 達明是想夫妻同心嘛 你應該可以體諒我很累 辛苦了 這麼辛苦三天了 你去弄個面 其實這是愛 是愛 我跟你講 他只有做錯一件事情 你回來的時候應該先報了 我先親 對啊 這才對 應該是這樣一回來 去煮麵 我也就怕這樣 其實我也滿怕會有這種事 小康講的是對的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 連我都有這個問題 你也會講嗎 因為 小孩子嘛 那我那個 我去年底的時候 一天就在工作 回去的時候 小孩子都跟我好像有點不熟 然後回去我都會先去 欸小孩子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覺得 你們這些人 你可以感覺到 有一個殺屁 事件像殺屁 窗戶沒關 那是怎樣 然後後來我就有點跟他聊 我說欸 他說不是啊 你回來 至少 你就不會先抱我一下嗎 對啊 為什麼你一回來就 立刻跑去 我就 那我現在就會這樣 回去說 先抱他親一下 那 然後再把他推下樓 對 可是有時候會這樣 比如說兒子在那邊 你一定會這樣 一句 可是這個動作 對太太來講 是很重要 對 是不是 我跟你講 我覺得不準 為什麼 換一個立場來講 你熬三天夜 你回來會先抱我打阿明 我同桌下來給你 不可能 真的啦 對不對 真的耶 我告訴你 搞不好我到門口 迎接他 是不是的 如果我在門口迎接他 老婆他搞不好我推開 走開 走開啦 討厭死了 應該一腳踹下去吧 是不是 是不是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性 可是不能這樣講啊 但是你對兒子 就沒有這樣子啊 為什麼不能這樣講 他對兒子就不一樣 對 就是差別代理 我就覺得說 那你活該 不是 等一下 你真的對兒子 跟女兒會不一樣 我跟你講 你們剛才講了這麼多 是有原因 事出必有因嘛 因為女兒對我的回應不一樣 我每次回到家 女兒幫你 就一直抱我親我 然後幫我拿拖鞋 幫我倒手 三個都是這樣子 真的啊 你好忙喔 我才在說 他跌羅漢跌人家 跌羅漢跌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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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兩個就在看電視 根本理都不理你 你這不一樣的感覺 不一樣的感覺 那林俊豐你也是 一兒一女 對 兒子跟女兒也會這樣 不會啊 我看兒子蠻乖的啊 我兒子很調皮 他是被阿嬤啦 然後跟阿嬤比較多啦 所以說 回去的時候我女兒也是 我趴在那邊 他回去就叫我趴著 他就在我背上 在那邊玩 然後我就躺著 他就喜歡在我身上蹭 你兒子嗎 我女兒 那兒子就看你 爸你等一下 我兒子就是在看電視嘛 出去 兒子就要看電視 男生比較容易自顧自擔 對啊我兒子回來就說 女兒就會貼心 女兒就會貼心啊 對很貼心 你男女 可是我剛剛這樣聽完 我覺得我好覺得雞哥 對啊 他三個女的 所以我就覺得快一點 真的無所謂 真的 你一男一女 來繼續啊 他想要女 雞哥對不起 隨便 不是我真的覺得 你也一男一女 我是一男一女 你一男一女 兩女 一男一女 女兒貼心 真的貼心 覺得兒子比較冷淡 女兒貼心的舉手 那沒辦法 可是你就會覺得 我們在家就變弱勢啊 他們兩個好像是 那你覺得女兒 跟你比較好 還是兒子跟你比較好 我覺得我兩個都是 一同等的對照 然後他們兩個也都 但是我覺得 我女兒會欺負你 因為他覺得 他爸爸幫他撐腰 所以有的時候 是你這樣覺得嗎 你跟一個 五歲不到你 小孩子計較 我告訴你 所以我兒子曾經有一次 很語重心長告訴我說 媽媽我覺得我們家 應該要裝監視器 為什麼 因為他想要把他妹妹 所有的惡行惡狀拍下來 然後給他爸爸 什麼惡行惡狀 小朋友吵吵架而已 他也能什麼惡行惡狀 他每次 我早一講 他就嫌我跟我兒子囉嗦 他說我們就幹嘛 一個跟女兒計較 一個跟妹妹計較 當然 我們就很不像大人 兒子比較皮還女兒比較皮 我覺得 皮不皮不正常就是 女兒摸心 嗯 兒子少跟心 就皮死也沒關係 兒子少跟心 他就是 他活在他自己快樂裡面 但是他不會懂得說 跟父親有一個互動 互動 沒有像女兒這麼貼心 我覺得有女兒以後啦 你對你的太太 那個 態度差別最大在哪裡 我覺得是口氣 唉唷 對 真的嗎 你講話就比較理所當然嘛 你講話這樣 你不可能輕聲細語 去跟他講說 今天怎麼樣啊 那女兒就不一樣啦 女兒的話 你會跟他很輕聲細語的講話 比如說 今天那個學校裡面發生什麼事情啊 爸爸跟你聊一下心事好不好啊 這個我不太可能跟我老婆講說 我們今天聊一下什麼心事啊 可是你跟他談戀愛的時候 你不是會這樣 今天發生什麼事啊 對 可是你跟他談戀愛的時候會這樣 談戀愛的時候會這樣 談戀愛的時候會 當然會啊 但久了 因為就像我已經結婚12年了嘛 那我覺得 第幾年開始不會 其實 結婚那一年就不會 那個髒音蓋下去馬上就 你煮東西 有一陣子啊 那我覺得那是習慣 因為已經生活在一起 但是他是小孩子嘛 可是我真的發現 我覺得那是一個 我覺得我把它稱之為是 是不是 就是其實你對太太的那個 情感其實現在轉移 或者是延續 轉移到 對女兒的身上 好一個爛女兒 其實你還是很愛她的 當然 真的 因為你看到 林徐鳳你今天不是來學藉口 你在那邊 對… 他一直在記 對… 就用這個藉口 還有什麼情感的延續 老公服務女兒跑低 老婆在哪兒懶得理 走向車子那個時候 女孩在前面 太太在後面 走向然後 車門打開 女孩說 小心撞到頭喔 我們曾經喔 連那車都還沒上 車就開了 我是一腳這樣 其實我也有個要檢討的地方 就是婚前婚後 就是說 像剛剛康哥講的就是 對太太 除了在口氣上面 有差別之外 行為上面也會有差 譬如說 同樣買東西 然後走向車子那個時候 走向剛剛 很快 車門打開 女孩說 小心撞到頭喔 然後砰 把他關好以後 就先自己繞回駕駛 我也是 快點上車了 然後太太當然覺得不開心啊 對 想說你幫 拖什麼東西啊 對 我告訴你 都是因為 我還誠心喔 連那車都還沒上 車就開了 那不能怪我 又不能怪 沒有 因為我看到我女兒上車了 對 然後直接 我是一腳這樣 等一下 我還沒上車 不是 我今天很怪你 我會告訴你 我跟你講 是叫我還原一下真相 就是 我看到我女兒上車 藐視她的存在 然後就往前面看對不對 然後門聽到關門的聲音 我就開走了 這比較誇張一點 我跟你講 那你呢 你對老婆有什麼 不是 像我們如果出去的時候 出去外面哪之後 有時候喝酒喝比較晚 老婆就會打電話來 是 那我們就會說 好帥好帥 對 我們就說你不要在那邊吵 李俊鋒 你這個 哇塞 你這很敢講 不是 我是講真的啦 錄影為陣 我看你回去又三天不能吃飯 四天 四天 但是我女兒只要一打通 打一通電話來 我就會馬上趕回家 是 因為我們睡覺的時候 是我老婆跟我女兒 一起睡嘛 但是我都會抱著我女兒睡 我就覺得 女兒好可愛 但是轉過去看我老婆 欸 你怎麼生成這樣 你繼續 你還生氣 然後你老婆還看到鏡子 怎麼這樣 真的 真的變得那麼差 對 我就喜歡這樣 你都喜歡這樣 我女兒都會打電話 叫我回去陪她睡覺 這個以前我也有這個經驗 不過是程度比較輕一點的 就是如果你在外面 可能跟朋友吃飯 通常老婆打來會說 幾點回家的時候 你就會說再半小時 就通常都會在三小時 或兩小時之類的 可是女兒的話 她打來說 欸 爸爸 等一下我什麼東西要買 你要記得幫我買 比如優酪乳啊 你回來的時候便利商店 幫我買一下 你就會想說不行 等一下如果太晚回去的話 比如說像便利商店 的東西還買得到 但文具行的東西可能買不到 所以你一定會提早 對啊 所以超有效的 女兒叫你回家 你就會提前趕快 是不是 抓時間就回去 但老婆就會覺得這個東西 為什麼我叫你 你這晚才回來 後來老婆她叫我回去 都叫我女兒打 對不對 這有效啊 邱哥你激動什麼 你是怎麼 受創很深欸 有時候 譬如說我們大家一起吃飯 如果說我老婆打來 好好好 那我盡快回家 不是我老婆叫我回家 我旁邊的朋友一定會說 沒關係啦 你待一下什麼什麼 對… 但是女兒的話 我女兒叫我回家了 什麼什麼 好爸爸 朋友們就會比較諒解 對… 趕快回家 孩子需要你 對不對 一樣的嘛 所以老婆在朋友面前 比較不值錢 對不對 也不是這樣講 老婆可能在朋友面前不值錢 但在我的心目中 更不值錢 對 沒有 不是這樣子 好 那你覺得 我覺得我 當然啦 我也必須嚴格講講 就是說 在某些情況 對孩子的關注力會比較多 對 去年的年底 我們去沖繩 然後那一次 剛好那個島發生 三個颱風同時侵襲那個地方 然後所以我們其實本來 預計那天要回來 可是也沒有回來 然後我們就在海洋公園裡面 那邊不是很空曠嗎 然後那個風吹雨打 然後而且它那個風是突然就來了 然後那個雨也是突然就一個 那個暴風雨這樣 其實是颱風啦 結果我們要從 我們剛看完秀出來以後 發現哇靠 怎麼這麼強烈的風 結果我們要到另外一個地方 等於我們要出去了嘛 中間那一大段空曠的路喔 完全是平的嘛 對 然後雖然他們有提供那種雨傘 可是全部都被吹爛嘛 因為都是那種很簡便的那種雨傘 透明的 對 透明 全部都吹而且都飛走了 然後我們又沒有雨衣 什麼都沒有 這時候我才抬頭的喔 假如說我們用跑的 我還沒講完說 我們跑回遊覽車上 她跟我女兒已經不見了 一定不見了 已經不見了 她已經抱著我覺得往前衝 等於有點狂風去 然後那種雨這樣這樣 暴風雨這樣 我第一個直覺完蛋 可能會有什麼狀況 對 我趕快抱起 寶貝就往那個遊覽車 遊覽車大概有差不多距離 差不多一百五十公尺 還滿遠的 還滿遠的 硬跑 然後風好大 我跑到車上的時候 我才發現 對 老婆 我從那個車窗看到 有一個富人帶著一個 在地上爬 富人 有個富人 富人 然後兩個人是變這樣 變這樣 全身都是雨 我還心裡想 百龍跟小寶去哪裡 然後 但我還是沒有反應過 我就跟寶貝說 小心點 小心點 這個幫他擦啊 幹嘛什麼 結果這個時候就看到 百龍帶著 臉臭的 很臭的 上來就說 我們不是一槍人嗎 對 你不是人 不是 你要跑 你也跟我說一聲嗎 他不是地震的時候 也把你們兩個丟下了嗎 那時候我們在13樓 上禮拜天 不是有一個很大的地震嗎 對 然後我一剛開始 我覺得我頭暈嘛 然後下次覺得怎麼那麼暈 結果我就眼看著就是 哇 他就從那個 教會的一端 飛奔到我們主日學裡頭 就爆起我們家女兒 然後就要往外面衝 然後我才覺得 發生什麼事了 我才意識到說 天啊 這是地震 然後我下一個 下一秒我就想到說 奇怪 那他怎麼都 沒有想到我 或者是